大家好,我是今天的IEI的产品经理 那今天是主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最新推出的这个宝型的mini-ITX的主机板Tikino ULT6 那首先呢,跟大家介绍的是Tikino ULT6呢,是采用Intel的CPU的这个Tiger Lake的UP3 那它的CPU的核心技术呢,是相比在2018年以及2017年的这个Whiskey Lake U以及KB Lake U呢 是更好就是多了这个22%的这个效能之外呢,也提高了这个40亿百分比的这个效能 那除此之外呢,Tiger Lake的UP3呢,也采用了这个最新的Intel Iris Xe Graphic的这个动画引擎 那再来呢,就是它的这个显示技术也提升了很多 然后它也是目前最新的这个IO拥有的是USB4的这个主机板 那再来呢,Tikino ULT6的特色呢,它是属于第11代Intel的核心处理器Tiger Lake U 那其实它就是有4颗的CPU,可以去供客户去做选择 那其中就包括了这个i7,i5,i3,以及Sheron的这个装处理器 那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块板子的Tikino ULT6的这个特色 那Tikino ULT6呢,就板子上面就是有了这个M.2aKey 就是for这个Wi-Fi,然后还有这个蓝牙的这个设备应用的这个插槽 那再来呢,就是会有一个M.2这个M.Key 是给予这个储存的这个模组,M.2模组是可以去做扩充使用 那再来呢,在板边的部分有一个PCIe-180,楼支援-140的这个讯号 那可以去做一些扩充卡以及外接卡的使用 那除此之外,Tikino ULT6呢,也拥有两个2.5G的这个网孔 那再来呢,就是这个可以支援4个的独立显示 那其中包括了这一个HDMI 2.0,RAWDP,EDP,以及LVDS 那最特别的就是在这个Tikino ULT6的主机板上面 也有了这一个USB4的这一个连接器 那可以去做像素的传输,然后以及USB的讯号传输等等 那再来就是这个电源输入的部分呢 Tikino ULT6呢,支援9到36V的这个宽压DC输入 可以让更多不同的这一个Power Adapter就可以去作为使用 那针对于Tikino ULT6的这一个应用场景呢 它可以适合用于监控的应用之外 然后也可以适合作为数位广告看板这一个部分 那除此之外呢,它可以支援多显示的这个 做显示独立显示的这个功能 它同时也可以去支援智能零售商店的一些机器设备 那其中就包括了这一个自动侦测 然后可以去做自动贩卖 然后以及销售的这一台机器上面去做使用 那针对于AI的部分呢 其实在Tikino ULT6这个部分 其实有增强了这个效能是不少 那可以去看过是比这一个第六代的 这个i5的这个CPU呢 是以及第十一代 就是Tikino ULT 就是Intel的这个第十一代的这个处理器 然后可以看得到 它的这个在AI处理器的这个效能里面 是增强了三倍之多 所以因此在一些监控啊 或者是人脸 或者是人体这个动作的辨识上面 其实会有一个更好的效能 还有更好一个处理的这个效果 那所以是帮这种AI应用上面呢 是减轻了不少的负担 那再来主要是特别讲的是 Tikino ULT6呢 它其实就是也不是一般的这个mini-ITX 它是Tin mini-ITX 是属于薄型的这一块主机板 所以比起一般的这个mini-ITX的主机板呢 其实它是比有43%更薄的这一个尺寸 所以它基本上可以放在一些更小 以及更薄的这种机器上面去做使用 那其中呢 有一个特色就是在于 它的这一个 一个一层的这一个海岸线的这个IO 那它可以去放在不同一些 比如说更扁 然后更小体积的这种机箱去做使用的 那再来刚才有所提到的 就是Tikino ULT6 其实有一个另外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它可以的支援一个 最新的目前USB4的这个界面 USB4的界面呢 其实它可以支援到高 最高可以支援到40G 每秒40G的这个传输速度之外呢 它也兼容这个Sunderbolt 3 然后再来呢 它也可以去作为传输档案 或者是传输资料的同时呢 它也可以去传输影像 所以在这个USB4的这一个连接器里面呢 它可以同时支援三种不同的讯号 其中呢就是包括了这个DP的显示之外呢 然后再来USB以及Sunderbolt的功能 那至于显示器的部分 那显示器从这个Tikino ULT6呢 我们在这一块板子上面就设计了 这个有DP的显示输出 然后再来就是HDMI 2.0之外呢 还有一个USB4 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 那再来EDP跟LVDS呢 是便于可以让客户接到一些平板的这种萤幕上面呢 去做使用 所以EDP跟LVDS其实也可以是作为Panel PC上面的 这个连接到萤幕上面的一个连接器 那所以Tikino ULT6呢 不单单只是普通的一些机箱可以放 它也可以放在Panel上面去做使用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比较 算是IEI也有一个独有的这一个特设计功能 那就是搭配Tikino ULT6上面呢 有留了一个TPM IN03的这一个连接器 那当客户需要去选配一些储存金钥啊 然后或者是可以去让文件 或者是文件夹加密的这种功能 可以选用就是TPM搭配TPM的这个模组 TPM IN03 那除了可以有个安全的解决方案之外呢 它也可以支援这个个人安全驱动器的这个保密的功能 那也有是确保电子邮件的安全性等等的这种密钥转移 以及安全转体的配置等等的这一个功能 那而且TPM IN03呢 是用这个SPI界面 去做传输 所以比起一般的一些TPM模组来讲的话 它的传输算是界面是最新的 然后也是目前在市面上为止 看到是也比较多 那除此之外呢 IEI也是有了一些TPM的这种模组 其中就包括了这一个 Law Pin Card Law以及TPM IN02 或是IN01的这种卡 那所以TPM IN03呢 是可以搭配在TQN1RT6的主机板上面去做使用 那接下来呢 就是TQN1RT6也提供了这一个15瓦的这一个 第一风扇的这个选择 让客户去做选择 那它除了就是在我们搭配一般出货之外 都有这个高的这一个CPU的散热模组 那再来就是它有另外一个 就是15瓦这个第一的这个CPU的散热模组 那当然就是客户如果有一些更点 然后更 怎么说 比较更小的机器可以装的话 它可以是透过客户BIOS 然后把这一个CPU的TTP给降低 那它可以就是有一个 可以搭配更小或者是更扁的这个散热模组 去进行散热 那基本上呢 如果是搭配这个28瓦TTP的这一个CPU 在BIOS设置上面 然后就可以达到一个功能最佳化的这个方式 好 那最后呢 这一边 如果你有一些需要更了解 关于TTPNOR ULT6的这个详情 是可以到我们官网上 或者是在我们这个社群平台上面 然后去寻找这个TTPNOR ULT6 或者是电邮给我们都可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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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